近日 黑龍江省司法廳原廳長 前牡丹江市政法委書記趙金成被列案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趙金成曾參與迫害當地的法輪功學員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中共紀委監委通報稱 趙金成嚴重違紀違法 利用職務便利 在職務晉升 工程項目承攬 案件辦理等方面 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 涉嫌受賄犯罪 趙金成曾任牡丹江市副市長 公安局局長 政法委書記 黑龍江省公安廳副厅長 省委政法委委員 省監獄管理局書記 第一政委 另據明慧網報導 趙金成任牡丹江市政法委書記期間 曾利用洗腦班等形式 迫害多名法輪功學員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追查趙金成的相關責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文 陳茜 綜合報導